7架歼20同框之后 每枚爆出我们另一个关系的问题 至少3P涡扇15交付 功能强于国外驻水发动机 真的吗 虽然歼20的发展越来越好 前不久空军宣传片中 歼20首次7机同框出现的画面 也预示着这歼20的产量正在蒸蒸日上 但一直盯着歼20屁股看的军迷们 却心生失望 在视频中一无所知 不想 近日美国媒体却爆出我们关系的另一个问题 最近几年 中国在战机研制技术方面突飞猛进 歼16歼20等战机的出现 都述说着中国空军的变强 在战机最重要的航空发动机方面 因为我们起步晚 以及西方对我们的技术封锁 它成为了我们的一块心病 直到去年珠海航战上 歼20B推历史亮眼正机的出现 我们才呼出了胸中的那口预期 部分网友盯着视频中歼20的屁股看 就是想知道 此次出现的歼20到底有没有换装新的发动机 毕竟杨伟总是在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暗示 歼20国产航发换装的事情 正在进行当中 而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 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 据美媒称 至少有三批涡扇15发动机被交付使用 并且其还在文章中声称 涡扇15的发动机性能 可能还要超越美国的F-135 加厉燃烧室可能达到了 大约197000牛的推力 而涡扇15证实 由沈阳发动机所设计 西安航空发动机制造 专为成飞歼202准备的 因此也有人称 当歼20未来装备上涡扇15发动机之后 歼20才是真正的完全体 令人意外的是 在这篇文章下面 美国网友对此冷嘲热讽的并不再多数 不少人都表示 美国的路已经走到头了 涡扇15正在被使用 它们的新技术将让中国空军变得更好 这是一个好消息 前段时间我读了一篇文章 说明中国的涡扇15 是世界十大喷气式战斗机发动机之一 这是否说明 换装了涡扇15的歼20 未来可能比装备F135的F35更加优秀 截止到目前 对于美媒的报道 官方并没有任何表示 我们并不确认涡扇15是否如美国人说的那样 正如前面说 七机同框的出现 已经预示了歼20的发展 而国产发动机的问题 套用杨伟总是的话 你怎么知道没用呢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